基隆至盛奖全国书法总决赛竞争激烈 不管是国小国中高中大专社会还是长青组 进入决赛的参赛者实力雄厚 在字品行间占卸精气神 其中大专社会组以榜输的形式进行 参赛者在全开纸上只写三个字 每幅作品行云流水各具特色 来自高雄的王于生夺下首奖 完美诠释实用与艺术高度统一的墨运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接触书法这个才艺 然后一路写到了现在 当然这中间也感谢很多老师对我的教导 然后给予我的养分让我学习成长 也谢谢这场主办单位 希望书法这个具有文化的才艺 可以继续延伸下去 让明年更胜于往后可以继续办下去 办得更大更丰盛 让许多选手可以一起来踊跃参加 颁奖典礼上贵宾云集 最令人感佩的是已故书法家李淳福先生的夫人 刘宝贵女士设立的李淳福奖 推展书法艺术活动幕后的推手是 推修校长赵慧芬 集结众人之力成立制胜书法教育园区 更促成全国大赛迈入第二届 邀请当代知名书法家为评审 去年已经让我们相当的惊艳 今年呢更加的亮丽 这一次参加的人总共有 我们从四百多件里面选出来一百二十六件 我们希望这个活动呢 在全国我们有特色 比如说我们有榜输的比赛 那另外我们还希望它能够提升我们基隆在地的书法艺术 所以我们特别设立了李淳福奖 希望将基隆的书法热情找回来 找回书法传承的使命感 让传统艺术延续下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